Hello 大家好 早安 剛才錄了但是沒有錄音 在我的身上 早上一開始的時候 市場就出現這個情況 也不是一開始 我起床 10點半的時候 現在已經完成了 10點半的時候市場就衝破了一個 resistant 這個位置 這條線 跌了下來 我很快想說 當這個市場跌下來 如果那些日內intraday trader 的交流員會怎樣玩呢? 他會等一個上仰 他會等一個上仰 他們會在那些位置 看有沒有再跌下去 他們就會 去拋售 去賣空 去玩法 其實這個玩法 跟我們 不是day trading 而是用daily bar 日線 都可以一樣的 現在已經上仰了一點 但是他一上仰 得一點 接著他下一步 他又開一個 新低 如果他衝破一個新低 你也可以馬上去拋售 sell short 意思就是這樣 如果他上仰得越多 其實越好 等他穩定一點 再跌下來 那些人更加強 如果共短 勾一勾 立刻一個小勾 立刻跌下去拋售 其實這不是好位 但是這個大制裁 是這樣的 就是他創新低的時候 你就等他回路 然後再下去創新低 這樣 或者他回路得夠多的話 你等他穩定一會 然後再向下移 向下衝下去的時候 你 等於sir說低 你看到他衝下去的話 現在他上仰 其實最好就是他上仰 三分之一 或者半分之一 以為他到底 如果他繼續再跌下去 那些人會怕 那個位置可以去 sell short 反過來 反過來也行 如果他向上衝的話 就是 找個回路位 首先要找到他第一個 把頭回路位 再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brick out 其實這個已經是brick out 這個是brick down 有brick out 有brick down 這個是brick down 向下跌的 OK 好了 這個先說這麼多 不要浪費這麼多時間 今天其實 這個 我主要是要說 就是棄權 第一個一定要學會的東西 就是 cause and put 這個 看張期權 和看跌期權 cause就是看張期權 put就是看跌的期權 看張期權 cause 這樣 這個是cause 我也不知道 充滿有限 call option 看張期權 put就跌 這個call option 那什麼cause呢 首先不如 我告訴你 一個很 好用的方法 投資者 經常用 尤其是長線投資者 long term investor 會用的 首先 一張期權 就是等於 100張股票 就是 買也好 買一張期權 背後代表了100張股票 如果 通常不是 長線投資者 就是買他升 其實 長線投資一定買他升 你買第一世界 第一世界 第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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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長線是升的 這一百年來 美國股市 是不斷地上升的 長線來說 是中間會有回落 但始終它也是升的 例如這個 這樣 有兩個玩法 第一個 就是 如果我已經擁有了100張 這個S&P500 這個QQ 拿斯特克 這個 NASDAQ 這個 100個股票 QQ100 如果 擁有了 我覺得 我一直擁有了 不管我 入科 最重要的是 我正在賺 我打算 下一次去到這個頂點 501 這樣 我就願意賣出去 我就願意 套現 離場 這樣呢 我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 通常的投資者 就是等 等到500元 等到501 等 等 建權在這個世界裏面 就不同 時間是今次 我等的時候 我要收錢 要收贈 其實我等的時候 我擁有了 我可以租一個權利給人 其實是買一個權利 等於收贈 我說 既然去到500元 如果一個月之內 去到500元 我願意 從這個價錢 賣出去 如果有人 肯 說這個價錢 我等一個月來 這個價錢到500元 既然你擁有 他還沒擁有 他會接收我的 那他要 想擁有這個權利 我買這個權利 他要擁有 他要給錢我 我擁有這個股票 我願意在這個價錢買給你 其實他用很少的價錢 因為現在還沒到價位 他可以擁有這個權利 而超過500元之後 如果到時候的期權 到他生效那天 expiration day 即是 他的expire 那一天 他的期權 失效那天 其實 那個叫做expiration day 那一天 會說 這個股票究竟是哪個價錢 如果這個股票 去到1000元的話 我還是要500元買給他 以後的500元 與我無慣 因為我答應了 我這個權利買了給別人 500元之後 去到100萬 說一句 都是他的 其他的 100萬 500 沒有我份 我會損失這個權利 不是損失這個權利 這個upside potential 向上揚的機會 繼續上揚 但其實說真的 這個機會 可以有一個機率 多好 一個index 一天 會升一百萬 我未見過 沒人見過 好 立即 Anyway 重點就是 我買這個權利 給別人 因為我已經擁有這個股票 我去買這個權利 其實未擁有這個股票 都可以買 叫做Naked Call 都可以玩法不同 但你資金要大很多 其實 但這個資金 不多 你已經擁有了一百張股票 其實 但你風險很大的 如果你買這個 Course 因為他真的會 像單股一樣 你怎麼知道 明天會不會有些新聞 哦 全世界只可以用他的產品 全世界只可以 除非他 獨視了 他的股票就 競爭 這樣 Anyway 所以 這個玩法 我已經擁有這個股票 我買這個權利 在一個價位 我每天都會賺 這個差別 因為現在這個價位 因為現在價格 469 我500元買 我會賺469 去到500元 這個價位 中間這個價位 就是470 即是31元 469 31元 是我的 但之後完全沒有我份 過了500元 還要在這個時間之內 如果這個時間之內 之後 最後的日子不生效 到expiration 那天 Strike price 那個股票 的價位 是低於500元 這樣不會生效 這個一期券 就變成廢子 那我就賺了 它給我 這個權利費 意思 這個叫做時間權利費 這樣 反過來 PUS也是一樣 PUS是怎麼玩呢 其實 譬如我想買一個股票 譬如我想買這個 QQQ 就是拉斯達克 科技股的index 譬如我說 我421元 我願意買 那我等 其實我等 我可以收錢 亦都是照顧著我 如果我在420元 買入別人 100張 這個QQQ 的index 它就要付錢 我可以買這個權利給人 即是說 如果這個股票跌下來 這樣 我就願意收購 在420元 它就可以止算 它把風險 420元以下的市場 因為到期權那天 它可能是380元 或者是300元 但我一定要 鎖定是420元買 之後那些價錢 跌下來的位置 全部我吃光了 全部是我的市場 但是當然 這個是去到 期權不生後那天 究竟價位就在這裏 所以你賣的 期權 是跟別人的風險轉移 在身上 意思就是 也是一樣的 等於你做了一個現縮公司 所以 玩期權 我經常說 你賣的期權 在一個現縮公司 再加上你在開賭場 你會經常聽到 80%的期權 它會 expire un exercise expire worthless 意思就是 80%的期權 根本不會去到 strike price的價位 根本不會生效 80% 那你贏面是很大的 但是當你輸的時候 你可能會輸很多 那個價碼 意思就是 你不知道會跌到多少 會跌到0的話 420 去到0 全部我輸 每一股輸420 乘100 每一張 是拿著100股 我賣一張 期權 我會拿著100股 420乘100 如果它去到0 所以單股期權 所有的期權 有這個風險 就是你把風險主義在你身上 但是你就是 收購這個風險 意思就是 這樣 你就是收購 但是我願意420 買這個 如果它生效的話 好吧 我就等於這個價位 我買了420 我長線投資 我可以的 我認為這個價位值 這個股票 如果我有做我的功課 做我的analysis variation 那些 fundamental analysis 通常 fundamental analysis 你是推6 至18個月的 就是說 你至少半年至一年的 所以短線這種動盪 你無所謂 因為這個股票 你算出來 是值這個價錢 所以你會在這個價位買 我覺得 但是現在這麼高 你不想買得住 你願意收購這個 這個價錢買的話 你就可以賺錢 這個最簡單 你等股票跌下來 下一個價位的賺錢方法 就是用期權 這些是最終基金常用的 所以 最終基金是用對沖 就是風險主義 就是用期權 最簡單的 他拿著幾百萬的股票 是不是 大把期權 可以 上面又可以賣 下面又可以賣 下面又可以賣 就是我擁有的話 去到這個價位 我又可以 這個價位我就足夠了 我就離場了 是不是 有人會幫我收購 我再去賣這個權 跌落這個價位 我要收購 我又要等 時間是金錢 很厲害 這件事 你學會這件事 就算你會明白 哎 我賺錢不只是單方面 我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層面了 不只是買它升 買它跌 很簡單 打橫走的時候我沒有錢 不是打橫走的時候我都在賺錢 那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 旗捲101 第一項要學 cost and put 上升又是賺錢 重點就是 你要學會那些價位去哪裏賺 那這些是後面的technical analysis evaluation 那些東西 首先其權是一個technical mechanics 來的 是一個戰略來的 其實我可以說 怎樣用這個戰略呢 就是佈陣 打仗 賺錢 差不多的 其實 好了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我儘量把那些 那些video 縮小縮小 慢慢縮小 我真的有很多事情想說 但是 下次再說 多謝你們收看 下次再見 們